晚安各位观众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定今晚的中天新闻八点通 最新消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尽管学运是退场了 不过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前 在今天晚间依旧爆发了警民冲突 并且也瘫痪了附近的交通 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呢 学运不肯散场的抗议群众 他们不满中正一分局局长方养宁 在今天上午强势清场 质疑他背信就发动了包围行动 要求方养宁出来道歉 事实上呢您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 就是方养宁其实已经两度亲上火线了 他直接面对这些抗议群众 试图要用柔性劝退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离开 不过我们现在要来看 现场目前的最新状况 连线给外场的主播陈燕莹 好的玉琴来看到的是呢 在中正一分局前面呢 现在呢是已经聚集了有将近千人了 现在呢就人越来越多 他们呢是向中正一来施压要求呢 这分局长方养宁出面面对 来看看方养宁呢 刚刚出来面对群众的说法 建筑学生的安全各位想想 有点儿子 有点儿子 是谁 是谁 排除这些难养学生进座的 这些违爱的问题 这是你应该做的 这是你应该做的 真的是你应该做的 这是你应该做的 这是你应该做的 全世界 全世界 你们上纸到底是上纸 是谁下纸三三天 你去南白沙特 靠连学保佑保护和保护 我们是内政部警政署的指示 由我们台北基督律 下台 下台 你怎么骗人 我这不会 我就没有骗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 我这不会骗人 你怎么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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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山在追溃他知道吗 你如果要出现了 我们就会等到江湖化来 你现在是要 你不要哄慌这些人 不要再吃人啊 現在很有可能是血腥鎮壓 行政院當天晚上比這個情況人還要多 而且公佔得更裡面 而且警力更空虛 然後他們還是血腥鎮壓 我們必須要承認要診斷 現在還說 你乖啦 你騎什麼血腥鎮壓 你騎什麼血腥鎮壓 我們就在乖啦 你騎什麼血腥鎮壓 我們就在178日被逮捕 或者是拿手機出來擊殺 我們就在178日改會的電話 我們就在198日改會的電話 我們在198日改會的電話 楊明沙華 居民違法 警察危險 國家暴力 楊明沙華 居民違法 警察危險 無能埋政 無恥方養名 背信惑禮 道歉上海 無能埋政 無恥方養名 背信惑禮 道歉上海 道歉上海 目前呢 這主要江東幹道呢 已經完全被人群所佔滿了 這人群呢 就站在這邊要求方養名 來出面負責承擔 並且指責呢 他今天上 強行驅離 這民眾的行為是 背信忘義 而稍早呢 也因為呢 這邊的 倡議群眾 實在